各位朋友你们好,多谢来到肥昆频道收睇肥昆的片段 今天是9月2日,星期五,小周末,明天又放假 今天肥昆,下午就没什么地方去,出来又逛街 出来这个位置是通仁康乐馆,走到十月初五街 今天是9月2日,开学的第二天 肥昆选了下午,因为不想和人逼,因为繁忙时间 路面上就多人,个个都要上班,上学 走出来,这个时间约3点,马路上是静点 远看都是人少 马路人少,逛街就舒服些 尤其是我们拿着相机周围拍摄,人少就好 十月初五街,这些旧店就越来越少了 现在全部都是新的店铺 名称,新的行业,新的行业 这段十月初五街,还有很多旧店铺 说得上是老字号,几十年 现在镜头拍摄着这间正记山货,我们的年轻 当时已经有了,当时是挺好的生意 当时买些什么呢? 日常用品,沙煲硬撑,火水炉,柴炉炭炉,浪三竹,鸡毛嫂 热炉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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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 这些店铺就比较特色 看到倉州的家里都是不买外卖的 很多店铺关了门就不能开门 晚上还会炒烦 因为晚上才开门 这些店铺放很多变化 旁边埋伴香料 香料,胡椒粉,丁香,蜜蜜蜜的香料粉,很厉害的味道 下午茶时间,蓝萍也有很多人 我们来到这个街口,前面镜头拍摄,以前是工厂,现在卖百货 以前工厂是做什么呢? 要做月饼罐,杏仁饼罐,月份牌,铁片,杀虫水,桶,五金 现在澳门就没有了这些行业 这家花铺也有很多年 老字号 走过这边是果蓝街 傍晚才有货上路 街口这家叶培记也是老字号 有什么店称,货币等,唱碟等、滑货东西 以前附近都会用茶叶做很多 英记茶叶铺 以前十分比较有名 记得我年轻时,这些买茶叶的店铺,还有烟丝 烟丝,就是人家的老人家吃的竹筒烟,我们叫吃大粒竹,还有手卷的烟丝 以前老人家喜欢卷卷的烟丝,这些叫熟烟,现在这个年代都不见了,不见了有人吃 三点多钟,太阳也不是太猛烟,这里是康公庙 康公庙已经关门了,已经有很多个月了 对面的前地,康公庙前地还是用来做核酸的地方 彩阳站,现在就越来越便宜了,45元,45元就可以出关了 比起国内还是贵了些 大陆好像港北那边有些不用钱的,不过现在硬性规定是用5元 来到大龙凤就听到有人唱歌,下午茶不知贵不贵 在这些酒店里,我们看到有几台客人 那些忠实的涌等,听听粤曲,喝一杯茶 我记得以前这些酒楼,下午茶散了冰箱之后 有没有有人在这里打桌 尤其是现在秋天的时候 打桌 有没有朋友见过呢? 我年轻也见过 来到这一段,以前有很多百货 大生利、智江、信发 全部都是出名的百货公司 到年尾呢? 几旺的,很多人换季 有很多人换季 前面的街口就是 旧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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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